他也知道說我們有在做這個 賭的這個行為 但他不知道我賭那麼大 到有一天他跟我講說 你這個玩多大 然後外面是不是有欠加錢 欠多少 然後我就老實告訴他 他聽到他是 就 嚇到 怎麼外面欠那麼多 那該怎麼辦 那有小孩了 那你要讓小孩就是 跟著我這樣過這種負債人生嗎 還是什麼 那 對 所以我們就 就也滿和平的就是說 那為了我還是小孩的問題 我們就先離婚 不要把有一些債務什麼 留給小朋友還是什麼 所以你們不是真正的不好離婚 而是要為了小孩子規劃 其實 其實也是 當然你這種爭執誰都會不爽 對 而且我覺得他 他也會覺得說 他活在一個謊言當中 那我也覺得說 我真的不怪 我也沒有辦法怪人家 因為他到後面才知道說 我欠那麼多什麼什麼 他也會覺得說 他要保護他和小孩 我覺得 對 這樣你重新站起來之後 可能又恢復這段婚姻嗎 我希望 但我會努力 就是談到去離婚 然後我還開車載著他去 那個 戶政事務所辦離婚 然後離婚一簽完之後 我就真的當下就覺得說 真的什麼都沒了 這個新聞報導出來之後 其實 我 應該算鬆了一口氣吧 我心裡其實有稍微 對不對 反而 應該是算鬆了一口氣 對 我可以很誠實的去面對大家說 要不然你隱隱藏藏 要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他們坐在這邊侃侃而談 就表示他已經過關了 對 過關了 這樣就你人生 不要只光看壞的 其實你人生一定會 某些程度的成長 對 而且現在看你工作的態度 對金錢的認知 都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對 我覺得更珍惜 更珍惜某些工作 一根文一毛 你賺的都很切實 而且你也有個目標 就希望把錢還完 把老婆贏回家 那是有個目標跟理想的 我覺得一直往前走 大家都會給你鼓勵 我們現在給他一點鼓勵 謝謝 好 就是人生總是要摔倒 這個才叫Loser你知道嗎 那自己闖的禍 自己要 我們也闖很多禍 要自己解決 對不對 那還要我們長輩 來幫我們擦屁股 是自家 大家都覺得醫生 就是人生勝利主 醫生大概就賺很多錢 其實我在轉換過程的 這個中間 其實有一段時間也是 要需要靠借錢跟戶在過日子 就覺得很奇怪 不可思議 怎麼說呢 當初在台北 我是台北人 當初在台北考完外科 專科一次以後 然後就想說要闖一番天下 趁年限的時候多賺一點錢 所以我就到外縣市 去私人醫院 就想說靠自己努力 把中度衝高一點 以後老得好生活 當初在外縣市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醫院隊友很好 可能房租 就是宿舍房租很低 然後外縣市的消費也很低 市很低 所以每個月存下來錢還可以 但是 外縣市有補貼 算是 不像大都市的醫院 對 他的薪水在約會比較好 希望大都市出去 當時醫院給我的錢的話 大概那時候算一算 大部分是19萬 其實比台北的組織醫師好一些 但其實並沒有說 大家想像有這麼好 那時候是19萬 為什麼我講這數字 就是因為當時我爸媽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當醫生算收入還不錯 比我妹什麼好 我應該要負責照顧 而且我家裡的長子 所以像我媽她就會希望說 那我可以 然後另外我們家就是 有老舊房子要整修部分 然後後來整修本來說150萬 後來變200萬 最後變250萬 所以算一算她是說 希望說我每個月能夠 日常拿個10萬塊出來 就是說付這個維修的部分 那我自己因為 就是還沒娶老婆 然後全部都外食 所以每個月吃飯 其實大概2萬塊可能要 所以2萬塊吃飯 2萬塊給媽媽 然後10萬塊的一個整修 19萬塊到14萬 大概剩5萬塊 就是一般人會覺得說還可以 當時我也覺得 就生活還滿好的 可是因為 我在當時在外縣市 為什麼我後來回來 因為爸媽嫌年紀大 我想要回來照顧爸媽 然後當時有遇到 台北的一個主任 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回來 台北收入雖然沒有很好 但是我想努力一點 20萬大概還可以 我想想其實OK 那我當然回來進銷道 結果一回來 反正不是這樣子 你已經回來了 你已經辭掉工作 你已經甚至把那個職業登記 從外縣市轉過來台北的時候 你才發現 第一個月進來的收入是4萬5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20萬 那至少也要打個8折什麼 那發現第二個月還是4萬5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原來他們說 因為他們醫院的制度關係 他必須要先扣半年的錢下來 等於我要領4萬5領半年 那你們家 你們家馬上就發生問題了 有12萬要拿回家 對 我剛剛講的 10萬的一個維修 那個修東西 那個是你師父 不肯修好一半 就叫他回家 然後爸媽 你也不好意思開口說 我現在比較難過 所以我2萬塊沒辦法給你 開不出這個口 因為回台北是你的孝心 你想要這樣子去努力 開不出這個口 可是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台北其實房子貴 如果你房租水電 車位什麼算一算 其實2 3萬塊大概要 那我又是全外食 所以一個月還是 2萬塊還是要吃這樣子 所以其實 其實4萬5的薪水 房租3萬塊 吃2萬塊 給爸媽2萬塊 就7萬 再加上那個維修10萬塊 至少17萬 那你怎麼辦 我很忙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那或許是前半年比較辛苦 那努力一點 可能病人多了以後 這個情況會改變 那可是遇到 後來台北的醫院的一個前輩 他說他在這個醫院 已經待了10年了 那他的 因為我想這是整個環境 大環境的制度的關係 那然後我一聽到 馬上就是shock 我曾經以為說 我只要努力 我只要時間 我能夠累積病人 累積我的收入 結果發現說 10年可能跟10年後 的一個前輩這樣告訴我 他說他下個月 要去台中的某個私人醫院 就人家高興挖腳踏 我突然不知道說 我回台北我這件事情 我換跑道這件事情 我到底是對還是錯 我不知道 那後來就是 到撐不住的時候 最後跟家裡講 沒辦法 因為這真的要坦白 這樣子生活不行 那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的健保 你如果真的做不下去 你只能想辦法 就是往事費市場 就是醫美市場 可是我連去學醫美的東西 我後來醫美 大概現在大概可能 加一加大概花了 四五十萬的學費 對 就是學手術 學微整形 學什麼 所以你後來又改考證照嗎 對 就是我就換跑道 就是去 這個也是要考的 不是你當別的醫師 就可以轉要轉 你要學 你必須要得到一些認證 然後還需要自己花錢 去國外去學手術 因為台灣能夠學手術 管道不多 這樣聽起來不是Loser 是你比較很勤奮的例子 可是是Loser 因為後來換跑道以後 結果最近的新聞說 台北市腰斬一半的醫美工作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是最近才拿 這一兩年拿 大概這兩年 倒一半還是有機會 加油 寒冬當中還是有景氣的 真的 你要加油了 謝謝瓜哥 來 全宴快來了 沒錯 各位請 好 看起來有點嚴重 對 但應該這麼講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跟大家講 就是 能夠說出來的困難 其實已經不是困難 能夠說出來的困難 其實已經不是困難 所以再怎麼樣的失敗 其實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看看而談 我是38歲 碰到我老公結婚 我是41歲 自然懷孕 然後42歲 生我們家寶寶 因為我從懷孕的過程 到生產的過程 到現在他三歲多 其實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夠 家裡還有另外一個 小小的小生命的伴 是為了他 不是說為了我自己養兒幫 其實兩年前 我以為華了第二胎 結果後來一直照不到 那個胚胎在哪裡 後來發生子宮外孕 子宮外孕大家都知道 有可能就是必須要把 其中的疏軟管 他提早在疏軟管桌床了 就是要不就吃藥 就是可能所謂的化療 然後要不就是 可能就要把疏軟管拿掉這樣 因為那時候其實已經 大概差不多8週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就 只好聽醫生的建議 就是先把疏軟管拿掉 去年的時候其實我一整年 都是在做人工 在做使館 然後就是自己在肚子上打針 今年6月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也有一個 也是懷孕七 八週 已經有心跳了 那時候其實真的 再多等個兩週 其實也許我就可以拿到 媽媽手冊了 後來可能真的就 自己胚胎可能不夠健全 後來就心跳就停了 那這個是6月底 第二次的流產的事情 那就在6月底到7月的時候 我在我的粉絲的臉書的訊息 就私訊的部分 就突然有一個男生就問你說 你覺得你老公正直嗎 正直 對 那我心裡就 第一個是很生氣 就覺得我不認識你 然後你要不要把話說清楚 講明白 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說我不認識你 你可以把話再說清楚一點點嗎 不要話中帶話 我真的不懂你的意思 那我後來就把這個對話 就傳給我老公看 那老公當下LINE就跟我講說 未完成癌腹的願望 吳醫師努力做了這些事 卻為時已晚 大學委託考第一次出來 因為畢竟不是自己的專長 就覺得 如果不努力的話 他 他活著的時候 應該是看不到他的願望 這第一天 他就進入迷流狀態 我們到了學校 其實就給他通知說 媽媽走了 最後就是爸爸的最後一面 也沒看到 他就當然是覺得 那到底人生這條路到底是 是 好像